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人类寿命延长 老龄人口的健康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随着年华老去 老年人身体的各项机能也跟着退化 失智症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病症 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开始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 照顾家里的长者 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生命功课 大家好, 我是梁烈维, Oskar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2年的统计 全球每四秒就会多一个失智症患者 即是我说完这番话之后 就有可能在世界上 会多五个人患有失智症 失智症, 看血也看得多了 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病 我们又有多了解呢 你对失智症的了解有多少 他的老人家老公一定有的 我叔叔, 他吃了闭口 不知道吃了没有, 还问我吃了没有 做了一件事, 拿着 他也会问你, 那件事去了哪儿 我妈是老人知名 做事比较慢, 手脚不要怯叫 别人让他带牌, 出去街市走 怕他不要回家 他会扭计, 像弟弟那样 他一时都会失智 你知不知道如何预防失智症? 确认你的头脑更多运作 和下宝子讀多些书 应该有帮助 好像你做书都可以 你做打麻将也行 做棋也行 做棋也行 最好我们现在多来交流 找老人家聊天 做多些活动 不要睡太多了 今天真的很高兴 在一个这么漂亮的环境上 在我身边有盧医生 还有Jazz伯林小姐 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这个 在香港所有人都会叫做 老人痴呆症 但是在这里 大家给一个专有的名字 叫做失智症 不如我先问Jazz 你对于失智症有什么的刑质? 我曾经遇过一位老人家 他一看到我的时候 就问我叫什么名字 五分钟之后 又是问我同样叫什么名字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是问了我十几次 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见过 即是他问你十几次 你就回答他十几次 但他也不记得你叫什么名字 是的… 这么没记性 问完刚刚又不记得 算不算患有这个失智症呢? 因为其实我记人名也很差 我经常都不记得人名字 我也想看看自己是否有失智症 失智症在英文叫做Dementia 好吗? 失智症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 疾病症 接下来就是有血管性失智症 还有普京西失智症等等 那我们先说在亚脂海蜜 亚脂海蜜症有几个阶段 还有什么病症呢? 我们会分为三个阶段 就是早期、中期和晚期 在早期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就是他们会忘记 或者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他们想不起 或者是家庭主妇突然之间 不懂得煮饭、不懂解释 或者你问他们 今天是星期五,他们都不记得 早期的病症好像我都不记得 又不记得东西 又不记得什么月份、什么日子 那听听中期吧 对, 你看中期你重不重 中期的亚脂海蜜症患者 会出现行为的问题 譬如说暴躁、多疑、反应过度 精神仿佛、晚上睡不着觉 产生幻觉、失禁、暴力行为等等 中期的患者 开始需要24小时的监护 而到了晚期的他们 就会面对失去沟通能力 认知能力、照顾自己的能力 肌肉萎缩 长时间处于睡眠的状态等等 听了这么多 我发觉要照顾这类病症的家人 他们真的要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和很大的爱心 我们也访问了其中一个家庭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很好的 有时间了 我看你的房间 在七、八年前 他们的动作和开始退步 工作就慢 做些东西都会 一时做两、三次就会洗澡 既然记忆,他就会更清楚 现在的新的记忆很容易忘记 問了你一個問題 你回答他多了10分鐘 15分鐘就能聞到你吃的問題 吃過飯嗎 吃飽了嗎? 我還不記得那麼多東西 我還不記得,今早吃了 你今晚多少歲? 我嗎? 我吃… 八十多歲吧 八十多歲?86歲了 86歲? 你的最大的孫子是誰 誰說 最大的孫子 他自仰 自仰是你的兒子 兒子嗎? 是 我現在老了,頭髒了 這種情況是會繼續推薦的 你不會做到多少事情 就是吃藥,比起運動多一點 繼續接觸別人 最重要是有人在身邊 帶出吃東西也好,喝茶也好 逛街也好,一定要有人在身邊 不可以比起一個人 盧醫生,金水伯伯的家人 他們懂得分配時間 不同的時間就由不同的家人 去照顧他 這是否一個很好的做法? 是,這是很好的事前規劃 我想問一下 對,得到這個病的老人家或人士 他會否知道自己有這個病? 在早期的時候,很可能他們知道 所以他們會得到憂鬱症或嬌淚症 但是到了中期和晚期的時候 他們就不清楚自己發生什麼事 我知道除了這個亞枝海脈症之外 剛才說過,還有其他兩種失智症 血管性失智症 還有柏金順症也會導致失智症 是 我們不如在廣告回來之後 一起探討柏金順症吧 牛奶含有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學物 礦物質和維生素,五大營養素 適合成為老人家 每天健康飲食的一部分 牛奶也是鈣質的最佳來源 可以提供人體每天所需要的鈣質 專家建議 每天飲用兩杯高鈣牛奶 加上健康的生活習慣 以及適量的運動 有助於預防骨骼疏症 你對柏金順症有多了解? 柏金順症相當像老人家之為青年 不過加上一個手會震動 弱行很不穩 整身是僵硬,不能動 完全是觸動 也會忘記,而且手會震動 健身就像莫瑪麥亞歷 手會震動一下 不斷24小時震動 不斷是記憶,還有記憶,還認得人 柏仁之外,我剛才聽過 柏金順症什麼症,沒聽過 慘了…盧醫生 我們看到剛才的情況 就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柏金順症 不如現在你解釋給大家聽 柏金順症是一種腦神經退化的疫病 通常發生在中老年人身上 他們缺少一種藥物,叫托巴免 會引罰的問題,首先就是動軸障礙 當病情深入的時候 他們就會引罰非動軸性的障礙 甚至是失智症 動軸障礙的徵狀包括有 身體或手腳振,肌肉僵硬 身體不平衡,動作或說換蠻等等 而非動軸障礙的徵狀就譬如說 疲勞、抑鬱、焦慮、思惟遲鈍 注意力不集中、視覺患覺 疼痛、便秘、睡眠障礙等等 我想很多人不太清楚拍金順症 是的 所以今天我們找了兩個個案 兩個故事給大家看看 我們讓大家一起去看看 好 其實那些馬術會很緊 因為我那時候跳排舞 我自己在家裡練習 突然間怎麼這樣走得動 手腳都很硬 現在穿著衣服比較困難 手指也不能拉上全身 貼菜又沒什麼力氣 我們平常是… 你想到我去走,腳就動 現在我們想到我去走 穿著衣服比較慢 所以我們比較容易跌,就是這樣 現在的姿勢是這樣 我們自己做要慢一點 不能像救得這麼快,沒辦法 差不多有15年了 最初是手震,一點震 開胚子也震,開車也震 然後又回 很多年慢慢增加,增加了病痛 以前不讓你走,不讓你走,會震 震得很厲害,飄冷汗 腳在那裡震… 頭又去,腳又不去,又撲雞 撲很多都放了 控制了兩種 一種是你可以紋線走的 另外一種是硬 穿苦也沒力,穿心也不行 那些人叫硬 硬化控制,沒想到,還要震 你裡面的胸口還要震 然後喉嚨幫你鎖 鎖到你的口不開 含著口水流,說話又沒聲 每天早上很辛苦,差不多是死 頭頭吃藥,一顆藥可以頂三、四小時 現在越來越少 一顆藥也頂了兩小時 我經常跟他鬥 一睡就不睡了 他不讓我走,就跟他鬥 一會兒就能過骨,一會兒就過不了 大家剛才看到的片段真令人心酸 也清楚知道得到柏金順症的病人 他們有多不便 好像我們相比Sherry和Lily 他們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一個有八年的馬克林順症 一個有十五年 所以在比較早期的時候 症狀比較容易通過肉物來改善 但是到了病情十五年、二十年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有肉物的副作用 聽完盧醫生這樣說 我覺得要預防這種病症 最好是你平時的生活習慣 健康一點 對 盡量不要吸煙、喝酒 多點思考、用腦 是的 萬一真的不幸運 得到這種病症 其實家人的關懷和照料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得到家人的關懷和支持 就算病者不能夠康復 也可以減弱病症的惡化速度 今天很感謝白琳和盧醫生 來和我們一起探討這兩個症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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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今天早上起床時就聽到鼓聲 一直在我的耳邊不斷地響 我一直在找 現在終於被我找到了 就是他們了 太好了, 很厲害 如果我想跟大家學習打鼓 不知道大家贊不贊成呢? 好… 副主任, 你好 你好 最初為什麼會來學習這個二十四智令鼓 因為打鼓也是屬於頭腦的運動 因為我們年齡這麼大 如果不再學多點東西 又花了點時間 變成可以努力 如果得到老人痴呆症, 怎麼辦呢? 如果精神有個寄託 就想著自己也會有那個活力 對, 又會年輕一點 打鼓之後, 對你身體健康 有沒有好影響呢? 感覺自己好像年輕很多 可能是這樣老的 但我的心好像還是少女的感覺 這個鼓很重 我們要這樣大年齡 一定要選這些, 不努力 就是說你去打鼓的時候 平時都會親自去搬這個鼓 我覺得講難的地方 就是講說我們要記他的鼓譜 像你唱歌要記他的字 但是鼓也要記他的鼓譜 應該有節奏 所以我們講說會預防有老人痴癥 難怪你現在看上去就像十八歲一樣 八十一差不多要到了 大家想要強身健康 都要記得打鼓了 剛才的示範是亂打的 真正應該是怎樣打 當然請教練出來問清楚 教練… 你好… 你好… 好, 我說你簡單一點 好 好, 來 教練果然非同伴響 看後面也帶著一根棍子 對, 準備教練吧 好 好, 來, 我們這樣站好 待會會叫這樣拉住 拉住 拉住在這裡, 好 封住在這裡, 你的手在這裡 你鼓在這裡, 好, 對 好, 我要叫三、四 我們就下手了 是 我們看 一、三、四、六、三 稍後, 教練 很熱 是啊 是的 也很累, 只是這樣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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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看到你的隊員裡 大部分都是靚靚的阿倩 是 他們大部分未必接觸打鼓 或者音樂 現在自己下手下腳要去打的時候 都需要一些時間和一些行心 對 他們有沒有人曾經試過 在練習的時候覺得真的很累 教練不行, 我放棄了, 有試過嗎 有…也試過, 但還是要安慰一下 他們跟他說, 學得這麼辛苦 還是可以出隊表演 不如我們做一次給觀眾看 你如何安慰他 我做伯母, 你做教練 這樣吧 教練, 拍子也不准我不打了 你不打了, 別這樣, 好嗎? 我們可以慢慢練, 好嗎? 點練 點練 維維, 你放過教練了 他已經滿頭大汗了 你也是乖乖學好怎麼打鼓 待會千萬不要搞亂 漂亮伯母的節奏 你看看他們多認真 是 3、4 起, 走 可以 用來 你 你 嗎 石頭 就像 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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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完 Sara是馬來西亞柏金信證協會的主席 她的父親在23年前還想柏金信證 幾年前已經因病過世了 如今,她將照顧父親的經驗和愛心 繼續投注在其他病人身上 希望可以令更多人了解這個病症 我覺得一個人照顧柏金證人 不只是那個患者要知道柏金證的狀況 家人的人也要知道狀況 因為你不知道如何照顧牠 升級健康今天的特別任務 就是要將我們的健康食譜 送給這群柏金信協會的老友記 而這個重大的任務 馬上就要交給我們的營養師玉蓮 很快,Sara已經帶我們來到超級市場了 這個街市, 早上來講也算熱 Sara, 你是否每天都會來? 一個星期差不多, 我們來兩宗 我們今天要煮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煮三文魚蔬菜粥 我需要買紅蘿蔔, 菠菜和三文魚 不如我們去買蔬菜, 好嗎? 好 我們去那邊 好 很多紅蘿蔔 對 我想問紅蘿蔔對老人家有什麼好處 紅蘿蔔對老人家的眼睛很好 很多老人家當年多大了 會容易生白內臟 紅蘿蔔裡有很多維他命A 對牠們的眼睛很好 再來的, 對老人家的血管也非常好 我很在行, 我是廚師 選紅蘿蔔, 最重要是選紅一點 比較爽口, 比較爽口 這樣烤下去, 會有很多水分 會被人打, 這樣烤壞牠的老人家 不會壞 菠菜有葉酸 葉酸對老人家的功能有很好的幫助 再來, 菠菜有很多貼質 可以幫助老人家幫助紅血球再生 幫我們補血 你們一定不知道哪一條是三文魚, 對吧 問一下… 讓我問他吧 不好意思 哪一條是三文魚… 他們應該不明白你說話吧 我們現在是三文魚 三文魚 其實三文魚裡有很豐富的Omega-3 對老人家來說, Nobo 因為開始退化 是 所以如果牠們有足夠的Omega-3 可以幫助牠們為Binnobo的功能 Omega-3是魚的脂肪, 對吧 對… 本來是魚的脂肪最健康 牠們不會令人氣, 而且是有益 但是要深海魚 如果是淺海的或者河魚 牠本身是沒有Omega-3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趕快回去 好 謝謝 歡迎來到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公會已經20年了 這個會已經有20年了 但是在這個會址, 只有六年了 對, 鮮鮮的沒有一間屋 我們也做的 我們在這裡很小 只能用到很多材料 好, 所有材料都準備好了 現在我們可以做什麼步驟呢 我們要先加米 草米有很豐富的維他命B群 對腦部提供能量有很好的幫助 白米就沒有了 現在加了油在草米裡 對 因為加了油, 加了草米 可以令草米比較滑, 比較好吃 放入草米之後 再加入時限包好的鴨魚仔蹄味 同時加入比較慢熟的紅蘿蔔 等待的時候, 就要開始醃一醃三文魚 所需要的調味料就有薑汁 胡椒粉和豉油 然後這個是Rosemary Rosemary Rosemary 這個Rosemary也可以增強 腦部的順懷, 增強我們的記憶力 現在我們先把它拌勻 讓它醃一下 是 是, 這麼快好像已經變成熟粥了 現在可以加什麼? 我要先加菠菜 菠菜 既然可以加菠菜, 我想也可以加魚 先不要 為什麼? 要關掉貨才加 為什麼? 因為如果現在加的話 粥很熱, 會有火在滾 是 那個瘦蚊裡面的Omega3會被它破壞 Omega3是太熱的, 我記住了 對 最後加入少許的海鹽調味 食火之後, 加入三文魚 再攪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 好, 輪到我表演 這個真的要一絲不久了 首先我們前面有一個攪拌機 有火龍果, 還有酸梅, 還有杯水 我們這些參加, 很多都是吃海鹽食 因為牠們有牠們, 牠們有牠們 牠們有牠們有牠們, 牠們有牠們 牠們有牠們的問題 牠們有牠們的問題 可以喝了, 不是好像很好喝 是簡直很好喝 是嗎 好, 今天難得這麼高興 大家嘗嘗味道, 品嘗一下 我這個火龍果酸梅汁 好, 我們現在帶著這個醬汁 還有帶著粥 去跟我們一起分享 好, 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有雞蛋糕果汁 特別是Oscar製造的 對, 謝謝 Oscar 對, 對 這次是看馬來西亞最多的一次 看見很多不幸運得到這個病的朋友 可能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例如走路或吃東西 要吞些東西下肚子 你不覺得做到這些事有多了不起 但當你看見得到這些病症的朋友 牠們可能走路, 也需要別人扶 或者要別人幫忙 吞食物下肚子也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深呼吸 而且我覺得任何藥物 都不及得愛那麼重要 其實這次我們也不是做了甚麼 很大意義的事 只不過是跟牠們聊天 跟牠們唱歌 給了最基本的關心和愛心 牠們回給我們的笑容 是一個很窩心, 很開心的笑容 那一刻自己已經很感動 也希望我跟牠們的承諾 我希望半年之後再回來探望牠們 希望真的能做到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別以為我打到這位姐姐之棍 剛才我脫掉的 你剛好打在後面看不到 不過老實說, 其實我也脫掉了多少 還不小心用手搶 打到旁邊這位姐姐之棍 難度分對我來說是九點九分 起床, 起床